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西雅图雷藏寺 2016年8月27日的这一天 联神法王卢盛雁 亲自主谈西雅图雷藏寺 超度大法会 并且传授大力金刚 独共大法 我们现在就来看当天的精彩内容 奉鲁连山西雅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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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根本成臣上师第十方法 奉阿弘 欢迎收看给你点上师 天心三明 二拜諸菩薩 翁阿鴻 觀賞貴的禮拜 為天心賞命 三拜金剛復報神宗 翁阿鴻 觀賞貴的禮拜 為天心賞命 視平等利己守 恭敬聖尊連身勃勃 生寡王座 再更熱烈的掌聲 真佛中兩大護法是有釋盟的 一尊是魔力之天菩薩 戰威金剛 一尊是大力金剛 現在我們就來看連身法王龍聖夜 傳授大力金剛不供大法的寶貴法語開始 首先我們敬禮傳承主事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喪事 敬禮十六世大法王喀瑪巴 敬禮 敬禮十七世大法王喀瑪巴 师母 徒登西地仁波切 丹真嘎措仁波切 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主教、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在这里也敬礼各位贵宾 各位贵宾在这边参与法会 谢谢 今天我们的传法是大力金刚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里讲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已经快要四点二十 四点二十分 我觉得每一次法会都非常的沉长 法会在做法会都很长 我们坐在这个法座上的 或者是在底下的同盟 都要挨过两个多小时 才能够听到师尊跟大家说话 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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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坐在这里也觉得很辛苦 坐两个多小时 如果是在晚上办法会 那要多到深夜 在下午办法会 一定要到 延到这个 晚上 那时间实在是太长 以后法会一些不必要的奏 不必要的词 不必要的站 应该要通通删除 不要太长时间了 这个屁股都皱成两半了才听法 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有些不需要的唱的或怎么样的 用念的就好 念的跟唱的一样 根本不必要的 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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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打瞌睡 没意思 时间都太长了 我再讲下去更长 所以疑心不忍 让大家在这里呆坐 用简洁的 有次第的 用简洁的方法 尽量的缩短时间 免得我说话很紧张啊 剩下没有几分钟 我要讲什么 那么今天呢 讲的这个大力金刚 这个魏眼闲轰动 还没有讲 就已经很轰动了 这一尊 从来没有的事 怎么会那么轰动呢 就未来一个颜色的问题 有的讲说大力金刚是蓝色的 有的讲说大力金刚是红色的 师尊在书上写的是红色的 为什么你们 这个主要弄出来的大力金刚是蓝色的 大家讲来讲去 我都还没有讲 那你们已经讲了一大堆了 那叫我讲什么 在网路上已经吵来吵去 哇 这个讲这个 那个讲这个 什么是蓝色的 红色的 要怎么样子 一大堆 我都还没讲 其实大力金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非常特殊 非常特殊的一个金刚神 如何特殊 大力金刚在藏命 在西藏 是有人修 少数 很少 也不出什么 不出名的 不是很出名的一个金刚神 但是这一尊我们 出不来的大力金刚不一样 跟藏命的不同 藏命的拿的不是棍 而是权杖 是权杖 严罗王 严谋法王 也是拿的是权杖 这一尊拿的是棍 从来没有佛像 有浮沉的 我们这一尊是拿着浮沉的 如果有拿浮沉的 很少在藏命的可能是很少 因为他本身是阿弥陀佛 瑶瓷金木 跟笑面鬼王 大力鬼王 三生合一的 这个只有生活中才有 我都还没有讲 底下的人已经讲了一大堆 连生法王卢盛宴慈爱众生 每天不断修行写作 开示说法 只为度人利他 请您珍惜当代法王在人间 护持卢盛宴文集 多多收看连生法王法语开示 这就是最大的请佛注释 常言道 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 但真正能看破的有几人 连生法王卢盛宴 在七十二岁佛诞前夕 将他戏梦人生的种种体悟 言无不尽地写在新书里面 让我们来期待 连生活佛卢盛宴最新作品 至尊的开悟 扶尘 就是姚之金母的扶尘 大力金刚 本身就是大力金刚 它的顶上的来源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深红色 我在书上写的是红色 为什么造出来是蓝色 因为它有两个功用 一个是敬爱的功用 是红色 这里有一尊红色的 大力金刚 这里有一尊红色的 大力金刚 阿弥陀佛在上面 我讲的是顶色 所谓顶色 有两个 放的方法 一个是堂卡 堂卡呢 你大力金刚在底下 那么最上面的一尊 也就是它的根源 就是阿弥陀佛来 在上面 这个就是顶色 顶色 师尊经常顶色着 这个四个上师 是两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王卡玛巴 图灯达尔吉上师 如果顶色 便不是绣在 五合观上面的顶色 而是 它在西空上面的传承 西空上面 这个就叫顶色 也有顶色是这样讲的 它是绣在 五合观上面的 像五合观上师的象征 上面有五佛 那其实 我为什么要用蓝色的 蓝色的原因 主要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降伏的作用 降伏的作用 那告诉大家 这一尊 只有 别地方没有的 上蜜是没有的 同样有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的大力金刚 这一尊是非常特殊的 代表着传承的 今天 你们看看周围 没有来的上师 没有来的上师 跟红法人员 没有来的红法人员 今天如果有红法的上师 或者红法的法师 红法的教授师 红法人员 他们本身没有来参加这个的 他的传承已经失去一半 他传承已经消失掉一半 剩下一半的传承 以后再来补 我告诉大家 今天的灌点 谁 以后的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这个讲师 这些再来以后要补 这一尊大力金刚的 把我的箱带装满 一个人通通要装满再来 通通要装满再来 一尊大力 一尊大力 箱带要装满再来 这是以架质量 你不尊重传承的大力金刚 这一尊是传承的大力金刚 有姚慈金母跟阿弥陀佛 跟所有大力的鬼神在里面 这个金刚神在里面的 这是传承的一尊 你不要这个传承 你没有来 我要讲 无缘无故 你可以来 但是你不来 你是不尊重法 不尊重这个法 我已经讲过了 不尊重这个法 传承师期一半 它是叫做伴上师 以后你们可以称它为伴上师 不是真的上师 只有一半而已 法师也是伴法师 讲师也是一样 伴讲师 因为你没有来 跟你讲 你如果说 我没有钱 我没有办法去美国 可以原谅 到时候你讲出原因 都可以原谅 你有什么原因 刚好那天 法会的时间 你爸爸生日 要祝你爸爸生日 可以原谅 你妈妈生日 可以原谅 你爸爸妈妈离婚 那么也可以原谅 那你爸爸妈妈再结婚 也可以原谅 这些重要的 你今天要出去 跟人家签合同 刚好就是约在那一天 可以原谅 很多事情都可以原谅 不用装一个箱带的 100美国 不用装一个箱带 以价质量 我们生活中的上师越来越多 法师也越来越多 这个讲师 教授师 助教很多 助教 反正是红法人员就对了 如果今天没有到场的 无缘无故的杀头 当然为了 杀头是严重的 台头 台头的西头楼 西头楼 跟你讲这一尊很重要 你藐视这一尊 藐视法 藐视这一尊 那是姚思金母 你藐视姚思金母 藐视阿弥陀佛 你藐视大力金刚 你是红法人员 你还藐视的话 其实杀头 杀头几个都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实在是上师太多了 法师也太多了 所有弟子也太多了 所有红法人员也太多了 现在是不惜杀头 以后就开除了 直接啦 直接开除了 给他们离职算了 让他们在外面去福搞不干我们的事 联申法王卢盛宴慈爱众生 每天不断修行写作 开示说法 只为度人利他 请您珍惜当代法王在人间 护持卢盛宴文集 多多收看联申法王法语开示 这就是最大的请佛注释 西雅图雷葬寺 彩虹雷葬寺 网务直播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常言道 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 但真正能看破的有几人 联申法王卢盛宴 在七十二岁佛诞前夕 将他戏梦人生的种种体悟 言无不尽地写在新书里面 让我们来期待联申活佛卢盛宴 最新作品 至尊的开悟 另外这个为什么是蓝的 因为有蓝色的 它有降服的作用 有红色的 它有敬爱的重用 甚至还有黄色的 有征服的重用 还有白色的 有清净的作用 不只是 瑶瓷金木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金黄色 一个是白色 都可以的 蓝色也可以 也对 红色也对 这个黄色也对 白色也对 通通都对 没有什么好吵的 师尊是大白莲花童子 那就一定要穿白色的嘛 今天我也穿蓝色的啊 衣服可以脱来脱去的 可以变化的 佛菩萨就不能变化吗 哪里有这么固执不通的人 跟你讲顶事 并不是说 秀在观上 当然也有秀在观上 观世音菩萨也有 他的观上面有阿弥陀佛的 也有没有的 对不对 但是他的根源还是阿弥陀佛 大家稍微想一想 莲花僧大事是什么 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如来 观世音菩萨的三身合一 我们的大力金刚 是阿弥陀佛 瑶瓷金木 跟大力金刚的三身合一 只有初步在学校才有 今天你不尊重大力金刚 不尊重这个法 无缘无故的 不尊重大力金刚 不尊重这个法 而且师尊在办法会 你在别的地方办法会 这早就跟你讲过 师尊办法会的时候 你就隔一天也可以 让开也可以 你今天也办法会 抬逃 没办法啦 因为我们弟子太多了 不淘汰淘汰 不行啦 以前借力太松 以后借力越来越远 今天如果办别尊 我不讲这种话 反正到时候就给大家灌顶 这个到了哪里都还可以灌顶 这不要紧 今天是大力金刚 是有瑶瓷金木在里面 是有阿弥陀佛在里面 是有大力金刚在里面 三生合一的金刚神 你不尊重 就是不尊重传承 可以get out 好了 他的手印呢 就是奇克印 奇克印 这两个手印 所有的 一切的 这个也就是奇克印 也就是愤怒印 愤怒印 非常生气的 因为是大力金刚 又有奇克印 所以今天我就非常的愤怒 愤怒 所谓愤怒呢 就是结这个手印 就是奇克印 就叫奇克印 大力金刚就是奇克印的 另外呢 他的这个咒语 这个也是 红日 红 几乎所有的金刚神 葬密的五大金刚 喜金刚 秘籍金刚 圣乐金刚 大威德金刚 大方法王金刚 的种子日 全部都是红日 种子日 全部都是红日 他的咒语很好记 Om Mahabalaya Soha Om Mahabalaya Soha 我们西雅图 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勒 我第一次1982年6月16号 进入这个美国 移民到美国 然后呢 我第一个住的地方 地名就是西雅图的巴勒 巴勒 巴勒 巴勒的房文叫什么 叫复法 巴勒就是复法 那时候 联伙上师 联士联祖 三位上师站起来 他们的家也就是在巴勒 那我是请这个联祖上师 先给我买了一个房子 那时候的一个房子才八万 才八万块 一个房子 一个house才八万块 是house 还有土地 相当大 才八万块 请坐 三位上师请坐 来美国的时候 受到三位上师的照顾 当初他们住在巴勒 就在巴勒地方 就很好 因为是巴勒 这个我记这个咒语 非常清楚 Om Mahabharaya 所号 巴勒 那时候 住的地方 离这个撒迦寺 非常的近 我在那里 在Green Lake 拜了一个师父 就是撒迦正空上师 就是撒迦正空上师 基于这个缘分 我非常感谢 我当初的时候 第一个来的地方 住的就是巴勒 这个也是缘分 住在父法的地方 那么他的咒语就是Om Mahabharaya